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很时髦就是对外都是用自己的一个笔名了 对对特别在台湾 如果我们的本名是有点复杂 所以就用笔名来取代 郁姐爱这个郁姐爱呢 我给大家这个介绍介绍 她是巨蟹做的 还念过政大新闻所博士班 待过外资公司和台湾百大企业 骨子里是男人的女人 最喜欢的事是一个人的海外旅行 这个真很广告念的不错 但实际上你都离婚了 对我去年的时候离婚的 离婚了之后对婚姻的看法有改变 比较实际 因为之前结婚之前 其实不太了解婚姻是个什么状况 现在走了一遭之后 现在比较实际了 一般都是昏了头了醒过来 咱们这个郁姐 而且我为什么说要是特别热烈的欢迎她 第一次来中国 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献给北京 对 而且第一次献给强强三人行 是 谢谢文桃老师 谢谢你的第一次 我们很人心 你的第一次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了 你这个郁姐 我先请你来品评一下 咱们这个大陆的一些女星 因为最近有这个嘎那吗 嘎那这个电影节 你知道现在我们大陆人聊一个什么话题 有人发明了一个词 叫坦星 就是专门走红坦 红坦就是今天的屏幕 红坦就像是另一块荧幕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在台湾 台湾女星好像没有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舒淇呢 这次 她就是穿的比较 对 而且她是有作品在 她直接要参展了 她比赛了 她是来 对呀 我们来看看照片 有的女星 她自己就是作品 或者说她的衣服就是这个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 你瞧 这个是 张新渝 你见过这条著名的大背单了 是吧 东北 东北大名偶 是吧 东北大名偶 你瞧 有人还比了 这几天为这个事还折腾 说巩俐原来也穿过这个这种这种花色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吧 不一样 因为这是巩俐穿的 对 你再看下边 这是当年巩俐穿 哎 你 你们两位当时观感怎么样 张新渝 我没太注意 我没有太注意这些新闻 坦白讲 我是不是变得太不接地气了 我看影展的时候 我都在看那些电影的消息 哦 那你呢 我当然都在看衣服的消息了 对 你觉得怎么样 你知道这两天啊 哎呀 我看张新渝跟他那个设计师照相 那设计师长的模样有点像个什么呢 哎呀 不好夸他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们现在开始给骂的凶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衣服难看 大家觉得 对 就是说你为了出位啊 就弄这么一个东北大北单 然后这设计师现在出了一名言 这设计师好像就说他以前在国外待过 他说你看 我不花什么钱 也不费什么工本 我就让他一下子 对吧 成为所有镜头的这个焦点 什么叫时尚 这就是时尚 我听他们有些八卦记者聊呢 就是说 哎 目前这个年代就是这样啊 客观上 那不是压倒范冰冰吗 你甭光是好看难看 对吧 风头 你说今天要的是风头 对 对 你还觉得对是吗 姐姐 现在 现在其实不管你怎么样 你只要能火了 其实你就是一个一号人物了 现在所有人说在嘎纳营展 很多女星 其实他们第一要素不是要得奖 因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入围 他们第一要件 其实是要压倒范冰冰 这是他们心中的最大的一个目标 啊 压倒范冰冰 对啊 这是今天媒体上讲的呀 范冰冰成了一个目标 是吧 我当然明白这样抢风头是很好 那你比如说像雷迪嘎嘎还穿全身牛肉装呢 对不对 你记得吧 是 雷迪嘎嘎是全身身牛肉装 你也可以这么搞啊 对啊 那为什么雷迪嘎嘎嘎嘎咱们就觉得阳气 profile 那叫金式骇俗 但是穿成这样咱们就觉得土鳖呢 呃 因为他那个东西有更强的 我不是故意要从调媚外 而是我觉得雷迪嘎嘎那有更强的实验性质 还有更强的实验性质 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都是要噱头 不是要抢眼球 但他比较 其实还不够大胆 我觉得 还不够 不够前卫 还不够前卫 不够先锋 要叫你怎么给他出主意 怎么能压倒范冰冰 我没办法 台湾的女性 是比较低调一些 对我们 竞争意识是比较弱一点 我就说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女的 跟咱们还真是不是一路人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听他们在一起 看 就是说 我想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不会想到这里 就是说几个女星 都穿上这个衣服 照了一个合影 还在一个什么时尚party上 说你看 这些女星 按说比范冰冰 都有更有名的 但是一穿上这个衣服 跟范冰冰站在一起 都像是范冰冰的丫头 对 你看他们会这么来看这个 看这个问题吗 会啊 他范爷 其实他有个气势 人家说 其实他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天上有个气势 你看他穿龙袍装 龙袍装不是每个人都能穿的 龙袍装 鲜鹤装 青花瓷 那是 你要是穿不好的话 就是衣服穿人 可是范冰冰就有本事 可以把他人穿衣服 我觉得这是所有女星 他们心中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标的 但是好像还有很多男人 更喜欢林志玲那样的范儿 是啊 就是他会红 他会火 那他是个爷 但是其实男人心里爱的还是那种 较低低的结 所以 预解 预解爱 预解爱 对 我跟你说一个男人心里爱 当然女人也能爱 我们关心的 就是爱 你走红毯 典型的是属于 你还没 还没入 入室呢 你连门都没入呢 是吗 是吗 艺术殿堂的门啊 你要是老在门进门口的毯子上待着 你不是没进门吗 你不是没入门吗 咱们还得看看真正入了门的呀 对 我也很常好奇 因为每年这些国际营展 我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出现 我们隐心去那不在话下 也越来越多投资商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那种故事 我能说是真事吧 就是说 反正签一个月 其他当其某个女星 当他们品牌代言人 但那个月里面包括其中一个条款 就是到时候走红地毯 这个老板也得上去 一起走 你没听过吗 老板也要走 老板也要走 要挽着他吗 要挽着他 要挽着他 对 那是经纪人的 对那是经纪 跟经纪人签的条款部分 每年给你一千万 你代言我们牌子 然后你去嘎纳 我得跟着去 哦 得是这样 那但是 我常常搞不懂 因为我没去过嘎纳 我去过那个城市 我不知道 那个影展是 我知道是全世界都来 卖片子 卖什么 但走红毯 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一个卖片的场合 前面的东西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多 跟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的人 都在那边走呢 对 我这么讲话 好像很得罪人 但是上 比如说 我们说这几位女星 我们每年看到这么多的 中国明星去 他们 因为我很关注那些 比赛影片的消息 对 我怎么没看到他们的消息 他们去干什么的 他们不是 这个 这个范冰冰自己都说呀 这确实是有这个赞助商 他跟你签约啊 你作为他的代言呢 你就是要到红毯上去 但那个红毯是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那个并不是 去一个颁奖礼 或者开幕式前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看某一场电影 会有很多场电影放 有可能 对吧 我真不懂 然后他们当然 也不是看电影 他们就 哎 一下来看 走了 然后好像他们还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对 最后都很感动 我们这个团队啊 我们在为了这个衣服 哎呀 我说实在 我有时候觉得女的 有点没劲 就是在这地方 你知道吗 当然他们美美美 我真觉得那人生 那么大的功夫 都花在这个上面吗 是啊 一个团队啊 就是化妆 化成什么样 然后衣服穿成什么样 然后今天走了 哎呀 他会觉得有一种 完成了万里长征 一样的那种成就感 比你拍戏的还累 对对 感觉拍了个点 我们我们 我们完成了个什么 甚至为此要接受 记者采访 记者专访 今天走的怎么样 今天 他们还比 他们还比 谁能够在红毯上面 拖的比较久 对 对 这一次范冰冰 他走了三分五秒 可是张新鱼 他走了三分三十八秒 他就赢了 哎 这个 基本上是慢动作 他是慢动作 你看怎么样 他因为他那个裙摆 反正很长嘛 所以他就慢慢拖 慢慢拖这样 不过这事真的是很困难 前两年有人不是被外国保安赶走 对对对对 不过这种事真的很困难 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好朋友 前几年 陪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明星 一起出席某一个场合 那那个女明星是红片中港台几十年女明星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女明星 但他跟我说一件事 我把我逗乐了 我们的哥们呢 就说呢 他那天要陪着这个女明星出席一个论坛 两个人出来对谈 出跟进的时候 他都发现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 那个女星可以走得那么慢 那我们这哥们呢 就像平常 他其实已经故意放慢脚步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一放慢脚步 就像机器人 走得不对劲 对 但是那个女星呢 是一态万千 这样 然后你觉得他走路还是正常的 重点是在这 更常的 他其实走得很慢 对 但那种慢法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慢 他要看起来像正常的步数 对 实际上比正常步数慢了十倍 慢慢这么晃过去 然后我们的哥们早早地坐在那里身上 坐立不安 我是该站呢 还是该坐呢 我觉得这需要高度的肌肉的技巧 是吧 他这个 女明星都是有练过的 有练过怎么走路 是吗 对呀 对呀 怎么样才可以在最长的时间 收集到最多的目光 你说女的是不是有点虚头八脑的 没办法呀 你们男人就喜欢看这些 不是 我是觉得 就是 对 有什么样的观众 就有什么样的明星 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什么作品不作品的 嗯 他就是得到让人民 让网民得到了娱乐呀 是呀 对吧 范冰冰就是让网民得到娱乐呀 包括这个大备单 他就是让网 他就是大家消费的就是这个呀 那你说这个又 实际有什么错呢 没错 没错 没有错是吧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认识一下进了门的人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啊 没什么错 但是也有进了门的侯孝贤导演 最佳导演讲 然后你再看下边 侯孝贤导演 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听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么一个节目 不可以不谈谈侯孝贤老人 这也不叫老人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 聊侯孝贤都聊翻了 你知道 昨天一天我重温了几篇文章 贾张科写侯孝贤的文章 还有以前阿诚老师 写侯孝贤的文章 还有一个 甚至于我昨天 把这个悲情城市看了一遍 但是你知道 真是好看 那些人看过吗 看过 我正要跟你讲 太有意思的一件事 记忆原来真的是可以褪色的 我当年很认真的看过悲情城市 那是在几十年 198几年吧 1989 1990 90 你看距离现在有十几年 90 距离现在有十几年了 对 二十几年 二十年前 对 好 你知道我昨天看 我才惊觉 原来悲情城市是彩色电影 你记忆黑白了是吧 对 我这二十年前看的电影啊 是黑白 就是我当时应该看的是彩色的 但是你看这个记忆 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字幕出来 对对对 黑白字幕 然后它的色调是偏暗的 所以它的演员穿着黑色下衫的时候 那个色是调的非常深 哦 在我记忆中是黑白电影 我昨天说 哦 原来是彩色电影 背景 所以我 你知道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啊 还是见证一句废话啊 不会磨灭的啊 哪怕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 这不会磨灭的 就是不会磨灭 是吧 你说这个 哎 你作为台湾妹妹 你对侯孝贤 最近我们也是吵得很热啊 我们觉得侯孝贤像个神一样 因为2000年 台湾其实从2000年杨德昌得到 嘎那影展的最佳导演之后 我们其实15年没人得奖了 嗯 对那现在好不容易 哇 侯孝贤又得奖了 所以全部的人又觉得 哎 台湾电影好像很不错这样 嗯 当然他现在也不只是台湾了 因为现在呃 大家合作很多嘛 这样子 嗯 我想 那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他也好 杨德昌也好 都 对台湾的关系很复杂 嗯 呃 杨德昌比较激进 因为杨德昌整个性格 做法都不一样 你看杨德昌 干脆 我戏就不要在台湾放 对 他的一作一一 最后一部作品 干脆不在台湾上映 对 不在台湾看 然后 而且他有一阵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年有人出谍了 我在台湾看到一一的谍 我记得以前是 他连这个都禁掉 他根本不想让台湾人 再去看他的电影 嗯 他对这个地方 因为我 我两位都认识 有幸 尤其杨先生 就当年跟他聊 聊了挺多 他是那种 他那种愤怒 他对台湾 那种不满 那种 但是他又是那么冷静 冷酷的一个人 那种大力鞭打台湾 就不留余地 那侯孝贤是 嗯 也是对台湾爱恨 那种情节啊 非常强烈 那台湾是一个 会把他当成崇拜 但是没有人要买票 去戏院看他的电影的一个地方 嗯 对 呃 就是现在 大家 对 今天大家根本 我觉得年轻一代 不会看得懂 杨德昌跟侯孝贤的电影了 呃 侯孝贤的电影 二十年前 能够感动台湾整代人 北京城市 甚至更早之前的 像 呃 念念风尘 多么让人感动的电影 但今天我觉得年轻人 根本不会懂 那个时候侯孝贤 就是台湾之光啊 是啊 侯孝贤 而且这个侯孝贤 你知道这次领奖 也他们说也够 就是说 奖 就是说我 嘎那电影节 我来了七八回了 以前好像得过一个什么奖 我也忘了名字 忘了什么奖 他是这么说的 反正就是你们给我这个奖 也是很大的鼓励啊 电影这个找钱 也说明你们还是有能力的 对 那是 那是底下采访 底下采访的时候说的 说这个 说说实在话 我的电影啊 他们是看不清楚的了 能给我这个奖 说明他们已经很有能力了 哈哈 太 对 而且你知道我 见过这个侯孝贤啊 我就觉得他呀 他实际上 我老是觉得有一种 我觉得他有火爆脾气 他那个眼神 他有一种很瞒的 那么一种感觉 可是实际上呢 待人挺 又像大哥 就是你记得上次 咱们跟他吃饭 我就记得 后来我走的时候啊 哎呀 就是我就记得 也是第一次见面的 他一直啊 就是把我送到那说 你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啊 到敦化南路 你要从那边走 然后到那边坐车 特别细致的嘱咐啊 所以我当时觉得 他后来他讲啊 他就是这么 他就是这么一个 特别累的人 就是去经常拉着剧组 去唱K啊 唱K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黑帮老大一样 他说我就 他说我在这个歌厅里啊 全场每一个人的神态 都在我眼睛里 一镜到底是的 是吧 就说谁不高兴了 谁玩的舒服不舒服 而且走的时候 我一定最后一个走 就我一切要想好 在哪吃 在哪玩 然后走的时候 我要看有没有人落下任何东西 拍电影也是这样 所以他就觉得他这样 活得也很累 何小贤这个人 当年阿诚对他就有一个描写 就是他就是第一次见到何小贤 在香港啊 也是 就是其实何小贤是流氓出身 小时候都是流氓出身 在腿上 他妈把菜刀扔起来 就砍了他的腿啊 就是他那种 而且他对流氓的 童年往事就知道 童年往事就知道 而且他对流氓的看法 就在悲情城市里就说了 说为什么当流氓 为什么当流氓 为了护卫我们的村庄啊 是啊 这是他对帮派的这个看法 所以就说 阿诚头一回见到他 描写的很传神 说上来一见的侯孝贤 这传说中的侯孝贤 是个小个子 但是这个目光目光夺人 他说这个阿诚说 就想起啊 当年在比如说四川的 那个袍哥呀 这个能够平定局面的 先是总是身高马大的人 把人群劈开 最后出来的是个小个子 小爱哥们一做啊 就把这事情给平定了 就给人就印象 你们可能都没有我了解侯孝贤 虽然你们台湾 真的比较不了解 是 你看爱看他的电影吗 我平良心说 我们这一辈子 真的看的比较少 是真的 但是郁姐啊 我就跟你说 我就觉得子冬老师啊 上次对这个侯孝贤的 这个海上花 做过一个影评 我觉得是特别经典的影评 很有意思 他就说 看这个海上花 说好看的不得了 看的都睡着了 睡着了 醒过来再看 还是好看 看的又睡着了 又醒过来再看 还是好看 你知道这个影评很有意思 海上花真的是 怎么能睡着呢 太美了 简直是就海上花的 这个韵律 这个镜头光影的摇晃组合 那真的我 这是让人看 看一眼 就十几年都不会忘记的 一部电影 太厉害了 它是一个 你知道它拍一种状态 比如说那个海上花呀 一开始一个长镜头 可能甚至是 七八分钟那么长 那么长啊 这个镜头缓慢的移动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民国上海的那个时候 长三堂子 那些青楼里的女子 和这些客商在一起啊 就是喝酒啊 在这儿在猜拳呢 就是这个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你看拍 而且就是那种苏州的话 就是他就拍这个状态 你看多好看 什么李嘉欣 刘嘉玲 什么梁朝伟 什么什么 好像都在里面 然后他就 哎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为什么我觉得 有些个艺术 他不老 我昨天看 北京城市就发现了 就是啊 你看啊 那种特别表演的 嗯 你在看六十年代的时候戏 你现在看就会做作 对吧 会过时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表演的 对吧 但是如果是你看一个六十年代的纪录片 就真实 你不会过时 你今天看还是真的 对 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哎 台湾让我觉得 怎么讲 我对台湾那么有感情的地方 我喜欢台湾电影 但是我真觉得台湾的整体的电影 过去几年好像有复苏 就台湾叫国片复苏 市场什么都好回来 但我不能接受的是 大家在艺术口味上的妥协 就是同样的战域 二十年前 大家会留给侯孝贤 杨德昌 蔡明亮这样的作品 但今天给的太随便 那今天有的作品被夸赞的 好的不得了的作品 我一看天哪 这是基本的电影 美学上面很多人都不过关的 大家都觉得这是好电影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再也看不了 侯孝贤的电影了 那侯孝贤的电影 现在就真的最好 就留给法国人去看 所以 我觉得这分成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湾人的那个 其实不要说台湾人 其实新一代的人 其实被好莱坞式的 Tempo 整个就是控制住了 我们觉得电影 就是要快要精彩 然后开始什么时候 应该要发生危机 什么时候要发生转机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台湾现在有的一个状况 就是刚文道老师讲的 我们其实容易把艺术性 跟市场性 把它混淆了 好像它很卖 我们就觉得它很厉害 它是个成功的典范 所有的人都学习它 那所以 这时候人家就会去讲说 那你看 侯孝贤导演 蔡明亮导演 杨泽昌导演 你们的电影能卖多少钱 你们的电影 有没有像我们这样这么卖 可是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 是不公平的 就像纯文学跟大众文学 你怎么把这两个销量 就放在一起 对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好的电影 或者说 用这么一个庸俗 艺术上的电影 艺术上优秀的电影 它总是 在价值观上面 在社会的议题的探讨上面 是更复杂的 是让人看完之后 对这个事件 有更复杂的看法 而不是简化世界 它是让世界更复杂 那我觉得过去几年有很多很受好评的华语电影 不止台湾 我觉得香港也有同样的情况 大陆也有 都是让世界更简单的 都是充满正能量的 都是像卡诺这种 就是热血的 那么这样子就很高兴 然后大家就看了很爽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把一种 让你看完很有正能量 很三 其实是很三情的手段 让你觉得看完了很正面 哇 充满了大爱 就把它混同于这叫好电影 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种讲法 在我看来好电影 总是让你的世界更麻烦 更难搞 不是更轻松 你比如说像 我举例讲像现在念影娘 虽然我们大家还没看到这部电影 但是我就常常在想念影娘得奖之后 大家对她的讨论 与之前大家对于舒淇的讨论 这里面产生可笑的对比 因为你想想看 我觉得侯孝贤过去几年 我们听她讲要拍电影娘 都在想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 我们知道她很迷唐朝 唐朝那样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恰恰是 如果你把它呈现的好的话 就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 所无法了解的复杂 唐朝的人 不会像我们今天去这么去争论 这个女演员说 她是哪里来的 由于她说她是哪里来 我们就要逗臭她 我们就要罢看她 就要怎么样 那个女演员又要澄清 说我没说过 我不是这样 对对对 那这个导演是哪里来的 唐朝没这个问题 唐朝是一个 你想想看 胡秦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 海纳百川 而且重阳媚外 重阳媚外 是 以前的皇帝会有时候 会喜欢把自己扮演成 可汉的 突厥可汉的角色 在皇宫里面要搭仗棚住 觉得这才爽 或者白居易就是一个很重湖的一个人 白居易喜欢突厥风尚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 我总觉得关心的这个点 让我觉得有点神经 你知道吗 就是 你在关心 要叫我说侯孝贤的电影 你要是看不懂 或者不爱看 真的也对他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也可能是你可惜了 对吧 是你可惜 不是他 就让我想起过去 有些人讲 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啊 他是走进你的 比如说要票房的电影 是他要向你献媚 赚你的钱 他要走进你 他说 但是也有些东西 比如像博物馆里的东西 或者交响乐 或者毕加索 这些东西 你不走进他 一点也无损于他的价值 但是 如果你愿意走进他 你会得到一些好处 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种事呢 在今天的大陆啊 就我不知道你聊不了 我们这边的术语 叫做装 就很装了 就好像很文艺范儿 很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 不管人家怎么样去丑话 说这种是装 也好 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些 英语叫做Aquietist 就是一种需要获取的品味 意思就是你需要努力获取到这种品味 当然了 欣赏中国陶瓷 欣赏书画 这种能力是需要获取的 不是与生俱来的 对 不是快餐 不是人家给你 对吧 但是你经过学习 你会得到更好的享受 是 挺健力 对吧 是 你不花功夫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咖啡的好 茶的好 你不花力气 不花时间 不花脑力 你也不会欣赏到意识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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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